我们这下半集的节目呢会放在人变成坦克之外 还有一些网友留言之后呢 我有一些新的感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是这个外包盒做的是一个弹药箱的造型 这一点的话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 非常好的一个留言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提过了啊 自由归于众生啊 但是在这个弹药箱上面印这么样一句 OK争取自由必须要战斗的意思吗 不知道TW是否有其他的寓意在里头啊 那么上一期的话呢 有提到说这个头雕可以替换 那我上一集没有特别讲话 这个头其实可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完全可以这样子 完全可以这样子 完全一个飞行状态 好 那它的一个短身头呢 你可以看到没有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上方有包一个绿色关节 它本身头还可以转 但是转的时候呢 建议各位啊 左右转一转就行 你不要一直朝一个方向转 转到后面这个头会掉下 因为它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关节在这里头 那么你要换头的话呢 是必须要连这个整个绿色部件 这一块的整个一起换掉 所以呢 你就在这个 在这个时候往上面稍微掰一下 就起来了啊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啊 还是少掰为妙了啊 就并不要去常常去替换 可能会好一点 那这个替换的时候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啊 由上往下这样扣进来 OK就可以换成另外一个 这么样一个头了 但是这个头的话呢 如果你要变形的话呢 是势必的话呢 必须至少你必须把帽子给脱掉啊 如果不脱掉帽子的话呢 恐怕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变形 这个我提过是一个 类似于是鸟山鸣的一个头雕啊 那这个上方的话呢 是有一个小缺口啊 有提过了 防呆的一个装置啊 那我个人的话呢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老头脸 那有网友跟我说 古波吉祥你不是喜欢鸡娘吗 你怎么喜欢老人型的机器人呢 这两者并不重复 我可以喜欢这个鸡娘 也可以喜欢老头子的机器人啊 并没有说只能选一个对不对 那我上一集没提到啊 这个帽子的话 本身这个帽子也是可以拿掉啊 那这个发型跟刚刚那个脸 我上明的发型是一样的 我居然开始已经不知不觉 我已经用鸟山鸣来形容它 是怎么回事 这个帽子也是可以拿掉啊 那这个呢 你要拿在手上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可以啦 就稍微的要去留意一下造型 你只能以这个折进来 特殊的一个造型把它给捏住 你还是可以把它给端在手上的 那我要提一下哦 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手腕的转轴 还有这个手指的这个转轴 都异常的紧 异常的紧 还是上点细油 可能会比较安全啊 那后方这个部件呢 昨天变的时候是直接直挺挺的啊 网友留言说呢 哎 往两侧斜个角度可能会好看一些 确实也是如此 那身上的话呢 就还是要提一些细节 像这个齿轮的部分 金属的一个质感什么的 涂装来讲 可以说是 毫无疑问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卖点啊 那么至于有一些 网友们会说呢 价格卖的太高还是怎么样 其实它这个台币在这边的话呢 是定1600块钱台币 确实是跟一个官方L级的玩具呢 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网拍上面的价格会是差不多 但是呢 实际上的话呢 它的大小呢 其实用大小来分已经不是很准了 它大概是比官方的V级都还要小一些 那卖这个价格 我只能说你可能就当初是买它的涂装吧 买它的一个变形的创意 这款的变形怎么来 我觉得做的事真的是相当不赖的 这个如果是官方做的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不要说1600 你2600 大家还是抢着要了 我觉得这就是版权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我有时候小小有感而发了 早些年啊 大概七八年以前 那个时候啊 这个官方的拥护者们打第三方啊 是打的跟什么一样 说没有版权啊 什么是票窃官方的形象啊什么的 那这几年KO犯案之后呢 他们又觉得呢 第三方呢 从主要敌人面中次要敌人啊 又开始说啊 虽然他们没有版权 但是至少我们尊重他的创意啊 如果你真的尊重创意的话呢 那这份创意你要不要买单呢 至于我拿出密卡登 跟他做一个对比 主要是大小之外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两者的变形模式呢 都是两只手呢 都背到身体的背后 两刀腿的话呢 就是一个 OK 鬼子扛枪的动作呢 这个放到肩膀上啊 所以整体大方向的变形呢 是还蛮接近的 我们来进行一下 这一款斗牛犬的一个变形啊 首先的话呢 我会习惯先把他的一个胯匣 这一块部件啊 往前面呢 给翻出来啊 给遮挡住 再来的话 我们就进行他的背后的一个处理吧 首先的话呢 背的话是往后面拉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先旋转180度啊 这个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 屁股会有点挡住 我们先给他旋转 180度过来 到这边 把它做一个翻转 翻转过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下半身 反正等一下 就要转 就等于是先转好了 这个 背后的这个 炮 往上面翻上去 再来的话呢 是上方这个部件啊 这里结合卡扣 现在是直的 那说明书的变法 好像是说人的是要横的 但是我个人习惯是把它变成是这样子 人形就是以这个形态 所以坦克跟人的形态呢 都是这个 这个部件就不需要动了 这是我的一个变法了 再来的话呢 拳头的话 就是把它的这个 除了手腕呢 要握 拳头握紧之外呢 手腕就整个的 把它给缩到一个内部来 但是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呢 你折的时候呢 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凸呢 要记得是把它放在外面 然后上方的这个关键呢 是不要去 不要去转到方向的 先到这个地方呢 就一个定位 先到这里啊 先到这个地方 你看它是斜一个角度 先放到这就行了 那另外一侧的一个变法呢 也是一样啊 那我这个手腕的部分呢 是比较紧的啊 所以掰的时候呢 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不然的话 你就是上个细游啊什么的 到这边 把这个拳头的话呢 到这里 把它给放进来 放到这边 两侧的话呢 就做一个结合 到这里 这个地方 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斜一个角度这样扣上去 这里只要两侧能够扣紧 只要能扣紧 一起往内压 这样它就 推到内部去了 这个时候 检查一下前方这里 这个炮 这个地方往上面 推上去 这里也是一样 往上推上去 就碰掉了啊 这块部件 明明很紧 可是它还是容易掉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一块 E75这个方块呢 塞到 你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 对于那个缺口里头去 这边 你要把它给 放进去啊 到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方向的话 你必须要利用 这里的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进去 像这个样子 这样还是正确的 这边的话 就还没有推进去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进去 两侧的话 给捏紧 推到一个定位上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手臂的部分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 下半身的变形 下半身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履带的话呢 给做一个 这样子 你注意看一下 履带的话 我们这样把它整个的 给拉到正面来 然后呢 这一块部件呢 这块部件翻出来 然后先翻到这一侧来 翻到这边 做一个准备就好了 这个 后面这块部件把它解开 再来的话呢 那这里的部件组合方就这样子 这个地方松开之后呢 把这个部件推过来 然后呢 整个脚往上面翻 翻到这边 这里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拉正 拉正之后 这一块部件 这一块部件 轮到这块部件 往上面翻 到这边 它这个简单 那个小小卡扣扣上去 再来就是把这个部件 这个履带部分把它推到内部去 然后呢 把这一块 这个脚后跟的部分 推进来固定住 这一块部件呢 到这里来 你看到没有 有一个四分之一圆的形状 挨着就可以 挨着就可以了 这一侧的腿呢 就算是OK了啊 另外一侧的变法呢 也是如出一辙的啊 这里 翻正 到这里来 然后这块部件呢 记得先把它给解开啊 这一块部件 比较容易去忘掉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 金属的这个结合部件 这个地方松开 松开之后推进去 推进去 然后 推进去 整个腿将打正过来 这个地方跨过来 这里包上去 这里 双动关节拉正之后呢 这块部件 推过来 到这边 简单的 小卡扣进去 再来把这个部件 往内翻入 翻入 如果卡住呢 就是脚后跟 推到了 脚后跟把它先 推出来 推进去之后 再把脚后跟 往前面固定出去 这个部件 记得把它给推进来 好 这个时候呢 这块部件 由前过来 这边 这个形状 没去上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有点像是 Megatron的一个变形 你看两条腿 然后鬼子扛向 对不对 扛到一个上方去 就透过这个地方 一个转轴翻上去 这个背包还没收啊 两侧打开 从头朝这个地方 上方有很明确的 一个结合卡扣上去 就行了 再来就是利用这个地方 翻折过来 它这里是有一个 往内外翻的一个关节 翻出去 这个地方翻出来 整个翻出来 然后你发现 这个地方的形状没有 这个形状 其实跟它胸口侧边 这个形状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是放的时候 就是把它给朝这个 你就是稍微去调整一下 利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后面拉 去调整一下这个位置 把它给放上去 好 往前面 这个地方 稍微去对准一下 这个泡往上面翻一下 到这边 然后这个部件往后面推 到这里 开始呢 做一些调整 把它给压进去 好 都压进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往内压进来 你就会发现呢 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 这里有个凸 这里有个洞 扣上去 那么车头的话呢 就稍微往内 中间先做个简单的小集中就可以了 上面到时候会有一个结合卡扣啊 另外一侧的变法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 往外一点点翻出来 让它能够跨过来之后 这个部件记得收进去 到这边 这里双动关节 往下面推进来 这个地方也可以先扣这里 没有问题 先扣也是可以的 前方的话呢 基本上呢 只要另外一侧扣好 另外一边的一个match呢 会更加的简单一些些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内部 它会有点小卡到 你就是推一下 把它让它能够滑进去 那个缺扣里头去 它就会非常流畅的 滑到一个定位上面去了 这个呢 也是我觉得它变形好玩的一个地方啊 并不需要特别去对它很精准 只要是稍微match一样呢 滑进去就可以了 最后这两侧的这个部件 就是靠上方 这里有两个图 把它给扣进去 OK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一款 这个TW所推出的这一款 以电影第五集里头一台 一站坦克车呢 作为造型的一个老变形金刚呢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么载具的部分呢 在上一期已经有跟大家做过一个分享了啊 那主要的话 我发现网友们似乎对于这个没能推车 没有轮子 好像接受度还是挺高的啊 有人说呢 既然是君母造型 你做个两个可以推动的轮子 反而是不伦不类啊 确实啊 如果你是要载具 你要做一个静态摆设的话呢 确实是不太需要那个轮子了 那整个变形的一个手感的话呢 思路来讲的话也是清晰明了 我是不知道最近这个TW是犯了什么什么什么 吃了什么药 打了什么针啊 这个整个变形的流程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其实颇有官方的一个色彩 或者是手笔 手感在这里头啊 这似乎跟这个UT的那个lockdown是一样啊 给我的一个感觉是莫名其妙的一个流战 很熟悉啊 那我们也知道TW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好几款真人电影系的玩具呢 会陆续推出 那我也诚挚的希望呢 这一款动牛群呢 只是你们水准之中的一款作品 甚至希望呢 以后的每一款都比这个还得更加的精彩 那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已经做的相当的可以了 手感出乎意料之外的OK啊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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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